大家好 在这期影片当中 您将学到2021年最新的甲骨温云免费注册教程 并能够独立注册 及最终使用信用卡激活甲骨温云 开启您数字化生活的第一站 我是老罗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化时代的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请关注老罗 本视频将通过四个阶段来介绍免费甲骨温云注册流程 第一阶段材料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 注册流程概述阶段 第三阶段 注册全过程 录屏阶段 第四阶段 问题及解决方案阶段 那么首先免费申请甲骨温云需要五个必要的准备 首先第一个是网络方面 这里建议最好使用4G或5G的手机网络 这样可以提高通过率 第二个是设备 可以是用电脑连接手机共享的网络热点 或者直接用手机注册 这样成功率更高 第三个是邮箱 邮箱没什么太多讲究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 大家在注册的时候 有可能甲骨温云的第一封邮件 会进入垃圾邮件箱 在此大家记得把它找出来 第四个是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当然就是来验证短信的 第五个是信用卡 这个也就是大家感觉到最头疼的地方 在Visa1是它和美国运通标志的 单双币信用卡都可以 但是单银联标志的信用卡 是无法注册的 因为甲骨温是一家美国公司 这里我们对甲骨温云申请的流程 进行概述 首先第一步要验证邮箱 通过邮箱里面的链接 进入一个 点击进入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进行账户的信息补充 之后我们将通过手机验证 手机短信验证之后 我们是通过信用卡验证 在信用卡验证完成之后 如果是成功的话 系统接受我们的信用卡 那么甲骨温云后台将帮我们 进行一些自动化的配置 在自动化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将可以完全的使用 甲骨温云的所有功能 即大功告成了 大家好 我们现在先通过链接 点击链接 进入甲骨温注册页面 选择国家中国 填入你想要的用户名的信息 填入您的邮箱 这里并不是很严格的要求 信跟名 在邮箱中 我们可以收到甲骨温的邮件 点击链接继续 很有可能它在你的垃圾邮箱中 当点击链接后 会转到一个新的页面 在页面中 我们要填入想要的密码 注意密码的复杂性 然后在区域中选择甲骨温云 所在的区域 在地址信息中 我们输入和信用卡相一致的 拼音或者英文的地址信息 也就是信用卡的账单地址 接着输入城市 省份 最好都是用拼音 还有邮边 点击验证 接着我们验证手机短信 填入自己的手机号 验证短信 填入收到的验证码 继续 这时开始添加付款方式 也就是信用卡信息 当点击按钮后 会弹出一个网页 点击一下credit card 这个图标 我们将进入信用卡信息 录入阶段 录入阶段 填入信用卡号 选择信用卡类型 最后点击 开始验证 这步相当重要 你看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验证案例 出现了我说的所谓的 像一个运动场的椭圆形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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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液体不断的滚动 这样就说明你的 加工运已经注册成功了 后台再进行一些配置 稍微等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配置即将完毕 这时你将拥有甲骨文 云的后台 但是这时候的功能 还并不是全功能版 你只收到了一封邮件 当你在20分钟左右 收到第二封邮件时 你将拥有完全功能版本的甲骨文 云 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些功能 再进行一些测试 我选择了一些免费的实例 因为甲骨文云可以注册 两个免费实例 所以我们来进行一些测试 如果你有不懂英文的情况 你可以选择简体中文 这样更便于我们理解里边的功能 在注册过程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针对一些问题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信用卡 由于姓名的拼音填写 与信用卡正面的姓名不一致 造成无法使用 有些的添加信用卡阶段无法弹出添加网页 一片全白的状态 这样请注意你申请的IP 所以回到之前我们的需求 还是最好使用自己手机热点网络 来进行申请 有些朋友 填写姓名的时候 喜欢随便填一个 或者填自己的昵称 为了更好的进行排措 还是希望大家遵循按照信用卡上的拼音 姓名来在甲骨文网页中进行填写 也便于甲骨文云进行教业 当然当你多次用信用卡 或者用多张信用卡 申请甲骨文云的时候 都被拒绝 都无法成功 那我们这里将会介绍甲骨文云 申诉大法 我本人也是通过了 这个办法顺利的申请到了甲骨文云 大家好 你们要的甲骨文云信用卡申诉大法来了 当你们使用信用卡 去激活甲骨文云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处理交易时出错 那我们点击下方的 Org客户服务 填表进行申诉 这里所有的填写内容都要为英文 我此处写中文是为了传遍大家阅读 写上你刚才申请二月可云的邮箱 姓名 国家选中国 公司地址随便写 在这个How can we help you 这个框内 要具体描述一下 你申请甲骨文云 使用这张信用卡 总是无法通过 这张信用卡是一张正常使用的信用卡 而且是属于自己的 请客服参与其中帮助解决问题 我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最终解决了信用卡注册的问题 然后拍了这个视频 一切合成 注册完成甲骨文云 所以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英文模板可以给 毕竟这是人工客服审核 任何重复的模板 都被视为一种作弊行为 我将在后面把我成功申诉的邮件 放在视频中供大家查看 好 我们对今天的视频进行一次总结 要进行甲骨文云的注册 首先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材料 然后进行邮箱验证 补充信息填写 手机短信验证 作为关键的信用卡验证 如果你卡在最后一步 那我们将用申诉大法 来提高申请的成功率 好 本次视频介绍到这里 希望有疑问有困惑的朋友 给我留言 我将尽全力去回答你们的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